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來看 淹水的問題 郝龍斌郝市長今天他說 有 設置島的防水預算 結果都送 都不會過 所以刺過他還要送一遍 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是中央的問題 這個淹水是中央的問題嗎 馬英雄不是這間八年嗎 來 他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 未試 一臉嚴肅 台北市長郝龍斌緊急展開巡迴視察 因為連日來大雨不斷 造成士林北投地區多出淹水 設置島甚至一度水深即溪 也讓郝龍斌原本出訪 威尼斯的計畫臨時喊咖 這個禮拜在台北 可能還有好幾場的好大雨 我覺得可能台北市民的生命財產 是我現在所要考量 所以我已經取消了去威尼斯的行程 除此之外 郝龍斌還更改了所有行程 全面檢討燕大水的原因 我們緊急應變的這個並沒有延誤 這個是確定的 那可是像譬如說像攝子島那邊的話 因為中央到現在沒有核定這個防洪計畫 我想可能造成我們很多規劃 沒有辦法動工 這是一個原因 直指中央有缺失和災情脫不了乾淨 但郝龍斌自己現場巡查都只是蜻蜓點水 短暫停留五分鐘 這樣真的能充分了解待情嗎 其實該看的都看了 而且事實上原來在府裡面的時候 他們已經把相關的資訊讓我做過簡報 好 剛剛這個郝龍斌的郝市長就講 攝子島的預算其實送幾十遍 送到中央都沒過 我要先請到情侶是這樣嗎 應該這樣子來看 攝子島本來就是一個洩洪的地方跟關渡 那攝子島的開發案 從黃道州我跑到現在 談了17年 他基本上不喜歡在做防洪 他希望開發 可是他原先有一些防洪 所以比較低挖本來就會比較容易淹水 藏起來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馬英九在納利風災後五年多 他後來確實是沒有淹水 他昨天有一個 舟子也沒有淹水 昨天有一個觀眾打電話說 一直在挖那個水溝有沒有 他就是把那個水溝的面大一點 就咒雨來 他下去就比較快 對 因為他有被水扁 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昨天才會講說 他在那個反應跟靈敏度上比較不夠 但是我要講 他的副市長是那個吳秀光先生 吳秀光先生是前任的市政府到現在 你說現在的副市長 對 然後他也當過民政局長 所以這裡面的問題 如果不先謝澤 我這樣講原因是說 他是一個政治的雷雨包 現在下在那裡 那你不先做 自己說先是對外的話 你就必須要懲處 你就有失職 在這裡面就產生今天 你必須要推到中央去 但是事實上的問題是這裡 是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有很多的問題要來檢討 昨天令宏也講 中央北路那一塊是不是淹水 你問當地里長跟居民最清楚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這個副市長 他從前面的市政府到現在 如果你要逛前市長馬英九 我說怪不下去 你要去怪中央 你要去怪中央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政治的雷雨包 他在這裡面必須要在這裡面確保 因為好市長到現在半年多的施政 很多的施政還沒有看到成績 但是很多的負面消息不斷的來 不管他誰戶 不管他什麼家裡一大堆的 都是負面消息 在這麼多這麼多負面消息 還沒有太多正面消息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是一個必然做事 你剛剛用了兩個詞 一個叫推 一個叫卸責 這是你的觀察就對了 他推給中央 我覺得在現在看到這個邏輯 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裡面的一個邏輯當中 前面馬市長該做 就是說他納利風災 五年都沒淹 對 五年都沒有淹 所以不是什麼好幾次的預算送去 都不過的問題嗎 我絕對不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是這樣嘛 來 什麼不是 藏輯才突然出來說有一個叫卸責 郝龍斌在動選的時候說一句話 報告總長 酸頭說下來了 台北這個山頭他說下去 這個山頭想出什麼樣子 做一個市長的人 最冷了之後 不知道說每一季節來 都幾個地區的最危險 這個螺絲把它塞一下 馬英雄是台螺絲 叫冷氣 叫冷氣 你現在起來 螺絲一樣 還冷的那個角 又不能說五年沒淹 你就保證他都沒淹 我今天有實際譬如說 家債他沒淹 我說你辦公司馬上又蓋起來了 那是由於睡覺的時候 把那個紛紅道創好 所以你沒淹 你的保證會撞多久 我們也是要把它檢驗 所以做一個市長 你有心想有在嫁 會在時政 這一聲就看得出來 不是說山頭你講下去 打下去 這就是你的地盤 是 簡單一句話 郝龍斌在推卸責任 今天很簡單的道理 他這個話根本邏輯不通 他說什麼防洪的計畫 送中央好幾年被退回來 那前幾年既然都被退回來 為什麼前幾年沒淹水 今年才淹水呢 今天不是說社子島原本有 今年幾年沒下大雨啊 怎麼會沒有呢 今天不是說社子島原本有一個很高的堤防 然後你好龍斌當市長之後 中央政府把堤防敲掉了 所以害你淹水 不是這樣嘛 社子島這五年來 剛剛竟然講 從納利峰在這五年來 他的防洪的設施沒有改變過 為什麼今年會淹水 你好龍斌 我覺得他應該想說 我們先來檢討 我們的危機處理有沒有問題 下水道有沒有通 是不是被垃圾淤積了 你後面再來講說希望中央 趕快補助我們的防洪計劃 這樣說可能說不通 而且我知道台北市 今天是說他都沒不對 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個 所謂叫防汛期 六月份應該是防汛期 應該是已經到了 照理說每年往年 我記得不管是 陳水扁或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防汛期的第一天開始 市政府會有一個簡單的儀式 然後會成立一個所謂的防災中心 就是那個動作告訴各單位 尤其是跟防洪有關的各單位 批得批得批得這樣 因為現在可能會漏大後 隨時都會下大雨 你們神經要繃緊一點 我不曉得市政府 今年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大家做公道別好了 馬英九八年的市長 豪龍斌現在做幾個月了 半年不一樣 這樣 說那個地方 鹽水說 那是重用的問題 這樣大家聽下去嗎 我這樣說 各位大家去回憶 豪龍斌當市長以來 到底台北市政府 讓你有印象的 作為是什麼 才是台灣民主紀念館 對 誰敢叮我就抓誰 好 然後這個草山行館燒掉的時候 馬上就說這是政治火災 這是政治火災 接下來你可以 你可以受到 對 你可以受到就是 都是政治議題 台北市政府就是說過去我們所看到的 全面性的泛政治化 結果我覺得使得他們只要在政治化的議題上 政治議題上操作藍綠 操作所謂的統獨 操作這樣一個族群的這種分歧之後 他出的市政議題 他基本都忽略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次 他做半年馬上就淹水 這事實上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講 也是告訴你豪龍斌 少搞政治吧 你一天到晚說 你不要惹我 我不好惹 對嗎 但是請問今天是垃圾惹你還是你惹垃圾 其實最不好惹的是天災 對啦 你要了解 這規定最重要的還是人民的生活 你今天不要因為說社子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比較多 人淹水就都 社子島是中央有問題 那北投呢 北投淹水難道也是重要的問題嗎 所以我只能講 當市長最受重的還是市民的生活問題 而不是政治議題 也許是我多嘴 我相信很多縣市長都有注意到 其實再來就是流大火 台灣什麼土石流 水災 中南部 都都來了 管市長真的剛好說的 路市要收得很暗 但就沒有了 生命財產的損失都是台灣八成 對 我覺得國民黨搞不好 就是我一直在講 趁這次台北鬧水災 就讓總預算過了 這時候你也給你自己的選民有交代說 我們不是放水 那是因為我們很多執政的縣市 其實都有所謂水災 前面講颱風的問題 你趕快讓總預算過 國民黨這次又解套了 明天嗎 看明天 你不要又來一次颱風 然後總預算又沒過 明天 那時候帳算在誰身上 帳一定算在國民黨身上 不可能 利用 我們希望看明天這次會過 不會啦 這個會不會過了 一定要鬧一個大颱風 有人 在你心裡的宮崎 敘伶浪 在我時尚 在我時尚 我還是在爭倉 在我上 身邊從淦